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姐妹感谢主 早上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主的面前 当我们来到祂的面前的时候 好不好我们一起定睛在祂的身上 神祂是光 所以当我们定睛在祂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不在黑暗的里面 我们用一段时间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上时依然鲜微虚枯 当转眼仰望耶稣 并尽在祂几秒自容 在救主荣耀恩遍霸光中 世上时依然鲜微虚枯 当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 看见祂的大光的时候 我们的主也期待我们来跟随祂 巴布的祂的儿女 在各地祂的儿女都愿意起来 将生命献上我们一生都来跟随 这位爱我们的救主 我敬拜祢在至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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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稀罗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稣我要更认识祢 我敬拜祢在至身体 耶稣我要更认识祢 耶稣我要更认识祢 我敬拜祢在至身体 耶稣我要更认识祢 我敬拜祢在至身体 耶稣我要更认识祢 耶稣我要更认识祢 我全心跟随祢 我全心跟随祢 祢却全心跟随祢 将神秘献上为了你 我全心跟随你 我全心跟随你 世事的路 调命一息 将神秘献上为了你 我敬拜你 在至圣地 献上神秘 当作我己 主既帮我 与你亲近 耶稣 我要可能是你 我全心跟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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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只是一路 表明的心 将生命献上为了你 我们一起都来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每个人都开口来敬拜祂 Hallelujah 祝我们感谢祢 赞美祝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们来敬拜祢 Oh主啊 我们来感谢祢 主我们来敬拜祢 主我们来自身地高起来来跟随祢 Hallelujah 主啊 我们前人都来向着祢 Oh主啊 我们前人都来向着祢 Oh主啊 你是我们的救主 当我们定义在祢身上的时候 主啊 我们都要来跟随祢 都要来跟随祢 都要来跟随祢 主啊 我们生命是属于祢的 都要来归给祢的 Hallelujah Hallelujah 主啊 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从祢而来的 主啊 我们要敬我们所有的 我们一生一世 我们全人都要来归给祢的 主啊 我们不只来归给祢 我们是来跟随主祢自己的 Hallelujah 主啊 今天早晨 主我们要再一次地说 主当我们定睛在祢身上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要来跟随祢的时候 Oh主啊 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光所吸引 主啊 让我们单单被祢自己来吸引 主啊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快跑起来 来跟随主祢自己 Hallelujah 唯有祢是我们的救主 祢是我们的一切 祢更是我们的全所有 主啊 祢是派得我们将我们所有的一切 现在主祢的脚前 起来来跟随祢 赞美再赞美祢 主啊 祢是要以跟随祢成为孩子 今天早晨的敬拜 主啊 早晨的时候孩子说 我们要来跟随祢 主因为祢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们就要走在那正确的道路上 主啊 因为祢用脚前的路上的光 吸引我们 所以我们就要跟着生命的光来走 主啊 主我们是被祢所造 被祢呼召的 主我们不跟随祢 我们还跟随谁呢 主因为我们生命 不是只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我们生命自己都是属祢的 因此我们就要来跟随祢 定静的跟随祢 主 我们感谢祢 主 我们今天早晨要来跟随祢 主 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祢 主 祢是要来跟随祢 我们在那种路上 我们要越来越与祢来亲近 主 祢让我们的心向祢来敞开 将我们的生命都献上 来跟随祢 是的 主 我们跟随祢 我们在跟随祢的时候 主 我们自己又再次的更被祢吸引 主啊 这好奇妙 我们被祢吸引 我们跟随祢 我们越跟随祢 我们越跟随祢 我们越被祢吸引 哈利路亚 主啊 祢是这样子用爱 围棋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 主啊 祢紧紧的扣住我们 主 让我们紧紧的抓住祢 来回应祢 主啊 好叫我们的生命 主不偏左不偏右 主 单单在祢的旨意上面 主啊 感谢主 我们这个人知道 主如今是要 歇在祢的面前的 是要放在祢的手中的 主啊 愿祢的能力 愿祢的亮光指引我们 主啊 好叫我们全人 能够摆在祢的手中 主 让我们看见祢的旨意 让我们紧紧跟着祢 主啊 我们真的是要说 主不管往哪里去 主我们只要跟祢 只有祢 谢谢祢 听我们的祷告 靠祢宝贵的圣名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已经用一段的一个时间 一起来看祷告这个主题 我们用圣殿 成为我们的一个中心 主说圣殿是 它应该是万民祷告的殿 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也看到说 圣殿它分三个部分 它有分外院 圣所跟至圣所 它每一个都是 从我们最外面 一直带我们进到至圣所 神的约会 也就是神的同在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来看到说 当在外院的时候 外院第一个看见的是 一个大的一个同祭坛 那个我们已经分享过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洗笛盆 洗笛盆就是当我们人 祭司要进到圣所之前 他用来洁净他 自己的一个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要再进一步的 来看洗笛盆这个物品 我们先来看看一段的经文 在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的第三章 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 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哥罗西书的第三章 第一节说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他讲到说 当一个人 我们已经讲过 主他拯救我们 他拯救我们 他先救我们 他赦免我们的罪 拯救我们 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然而他还要洁净我们 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主 所以来跟随他的属于圣洁的子民 他也要来洁净我们这一个人 但是这个工作是他做的 不是我们做的 他在我们里面活出他自己之外 他洁净我们这个人 所以我们应当要把我们自己 交在他的手中 每一天 这是每一天的事情 我们每一天都来到主的面前说 主啊 今天你洁净我们的全人 但是当主洁净我们的之后 那要做什么呢 今天想跟各位分享是 主要我们来思念上面的事情 当我们来思念上面的事情 他洁净我们 我们思念上面的事情 我们就起来跟随他 跟随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人生呢 并没有很多的一个呼召 我们人生并没有很多的一个方向 我们人生就有一个清楚的方向 是来跟随他的 但是你要来跟随他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是 你要来思念上面的事情 所以保罗这边讲得很清楚说 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就是 我们与他一同过活的人呢 我们要来求上面的事情 保罗有分所谓上面跟地上的事情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这个基本的概念是因为 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了 我不晓得你是否知道这件事情 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一样了 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这个基督是在神的右边的 所以我们应当要理会上面的事情 而不是我们原来 什么叫做地上的事 很难分辨 我要跟你讲就是原来那些 我们所在意的事情 叫做地上的事情 但是神要我们开始注意 他的事情为的是什么呢 好让我们都起来来跟随他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你跟我可以做的 每一天都可以做的 所以祈求主今天来洁净我们这个人 不只洁净我们这个人 让我们这个人来思念上面的事情 是的我们仍旧在世上的时候 做一切的工作 我们有许多繁忙的事物 甚至劳苦重担都有 但是他不会拦阻 他不应当拦阻我们来思念上面的事情 还有另外一个经节 也是讲到这个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继续再往后看 就会看到哥罗西书第三章 第五节到第十节 经文是这样说 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 污秽 邪情 恶欲和贪婪 因为这些事上帝的愤怒 并临到那悖逆之子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 也曾这样行过 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 以及恼恨 愤怒 恶毒 毁谤 并空中污秽的言语 不要彼此说谎 因你们已经脱去罪人和罪人的行为 传向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弟兄姐妹 这边列出很多很多的事情 保罗分布我们说 要致死他 要弃绝他 不是让他奄奄一息 不是遗忘他 是要致死他 什么叫做致死 什么叫做弃绝 就是对他没有反应 他不能再来吸引你 你对他没有兴趣 有些人会说 我做不到怎么办 真的 我们其实真的做不到 我们没有办法说 我不要再淫乱 我不要再想这些事情 我们做不到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 要弃绝的方法 就是思念上面的事情 我们人是心中充满许多的东西 我没有办法把一个东西拿走 空在那里 我除非我把东西拿走的时候 上帝有从上面而来美好事情 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填在我们心里 那时候我们才可以得着改变 是的 并且弟兄姐妹们 请一定要给自己时间 有时候我们都好急 我说主啊 我怎么还对这个事情有反应 但是神是很有怜悯 神是很有恩典的神 是的 他一点一滴的在改换我们 让我们渐渐怎么样 更新 慢慢的越来越像他 是的 越来越像他 Amen 曾经有一位长辈 他做生意 那因为经营的是一家小公司 但是他把他毕生的积蓄 他所有的钱 他都投进去了 当他每一次遇到 他要资金要周转的时候 他压力就好大 他压力大的时候 按照他以前的习惯 他就会点支烟 他就抽了 抽了之后 他就会心里觉得 好像好不容易 可以稍微松口气 再回去面对他的工作 到后来他信主了 他信主了之后 他就一直想 想着说 我好像不大应该抽这支烟了 所以他就一直不断地 不断地告诉他自己 甚至他不仅他自己告诉自己 他身边的人也都告诉他 你不要再抽烟了 他家的人甚至帮助他 就到处还帮他贴经验标志 他说我经过这一切之后 我觉得我想要借 但是那个效果出不来 那个效果出不来 可是同时他也继续去教会 参与 参与读经 祷告 常常亲近神 常常想到上帝的事情 他说开始他里面有一股 有一个东西在变化 每当他经济压力来的时候 他发现他里面有一点点 每一次都一点点 一点点的不一样 那不一样是什么 他的压力好像不再那么重 每一次当他把这些事情 交托给神的时候 那些东西就慢慢地 慢慢地就不再绑住他 直到后来他有一天 他的太太来跟他说 老公啊 你那包烟放在那边 好像放三个月了 他说对 三个月前我还拿一支烟放出来 要抽了 结果忘记抽放在那边 现在就在那里 都放了 已经三个月 烟就戒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常常思想他 是拿他来把我们里面 以前的习惯都替代 把他自己 让他自己充满我们里面 让我们常常去思想他 去在乎他 去在意他 求上帝他自己的能力 在我们身上 不断不断地做工 以至这些东西 就像旧衣服一样 一件一件一件的就脱去 一件一件的就离开我们 好不好 我们再回过头来 我们来思想 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如何思想上面的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一个思虑 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 彼此的一个提醒 所以每次早上 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一起提醒 我们来到洗笛盆的前面的时候 我们之前有同济坛 现在有洗笛盆 他求主帮助我们 洁净我们这整个人之外 也让我们纪念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定睛在他的身上 我们的手是来做神的功的 我们的脚是要来跟随主的 我们这个人基本上是属于他的 那怎么样子做得到呢 先从定睛在他身上开始 先来思念上面的事情 我知道家里有很多事情 孩子有很多事情 工作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 各式各样的压力 我们晓得 但是试试看抬起头来 我们用一点时间来思念上面的事情 定睛在他的身上 好不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都来祷告好吗 亲爱的父神 当我们来到主祢面前的时候 主我们要感谢祢赞美祢 主啊让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人已经有 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我们已经是死的人 现在已经从死里面复活 主我们不再是属于地上的了 主啊祢让我们要定睛在上面的事情 主啊祢知道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一个重担 各式各样的一个压力 以至于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定睛在那些事物上面 主啊祢提醒我们 主啊祢帮助我们 就在今天 主啊是的我们当转眼眼来仰望耶稣 我们应该转过头来 主我们来仰望祂 什么时候主我们抬起头来仰望祢的时候 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得到拯救的时候 主啊是的我们需要祢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祢 我们迫切地需要祢 主我们感谢赞美祢 谢谢主 祢给我们这么多 这么大奇妙的恩典 主祢也给我们力量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就在今天 就是今天 不是在等到以后 今天我们就起来 思念上面的事情 感谢祢赞美祢 主使得求祢有祢慈神爱所吸引着我 主啊让我们不再看那些过去的事情 不再沉溺那个这样的时候 主啊那个是谎言让我们弃绝他 主啊因为我们在祢面前有君尊的身份 主啊我们是祢荣耀的儿女 主啊我们是圣洁的祭司 主啊让我们思想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让我们思想就是与耶稣同在那美好的事情 主啊让我们就思想的是耶稣的教导我们的性情 主啊让我们用诚实话代替谎言 主啊让我们用纯洁代替色情 主啊让我们用正直代替无悔 主啊用祢上面的事情进行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取代我们 取代我们 感谢主 是的主我们在祢面前向祢仰望 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祢的面前 主如今我们再也不把自己放在任何事物的面前 主因为只有祢能够充满我们 主啊只有祢的充满才是真正的满足我 是心里最深的需要 主啊只有祢的充满 只有能能力 主在我里面的时候 主我才能够完完全全的不一样 主啊祢设我的时候 主我知道祢在创造我的时候 我里面的那个需要 主就是祢 主啊只有祢是我的一切 主啊只有祢是我的需要 主我求祢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 主我从现在开始我所想的 我所做的 我所行的 主我所能够呈现出来的一切 主单单就是 主我能够反映出祢自己的样子 主啊我向祢献上感谢 主啊何等的美好 主那所有一切该弃绝的都弃绝了 所以一切该过去的都过去了 主因为我能够在祢的里面不一样 能够在祢的里面 主完完全全像我所想的那一位 主啊能够像 能够靠近主我所渴望亲近的那一位 主谢谢祢 谢谢祢 这是何等奇妙的动作 这是何等奇妙的尊荣 是的主我们每当仰望祢的时候 都看见祢的奇妙 主啊因此我们真是要 要时常来到祢面前仰望那创始成终的主 主啊我们真是圣愿祢的国降临在这地上 如同在那天上一样 主啊我们时常定睛在天上的时候 主啊我们在地上就能反映出 主祢那自己的荣光出来 主谢谢祢 主祢让我们可以看见祢 让我们可以看见天上的事情 主赞美祢何等大的恩典 这是祢自己所要赐给我们的 谢谢祢 是的主祢要恢复我们 祢当初创造我们这个形象 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 祢的形象跟样式所创造的 主祢拯救我们 而且祢还要恢复我们 主祢恢复我们这个人 有祢儿子的一个形象 主我们感谢赞美祢 主啊让我们借着定睛在祢的身上 思念上面的事情 来做到这一件事情 主啊也不只是定睛在身上而已 主我们不是一个静态的定睛在祢身上 主当我们定睛在祢身上的时候 我们要起来来跟随主祢自己 是的主我们要再一次的说 主啊我们全心要来跟随祢 主我们生命都是属于祢的 所以我们将全人都奉献在主祢的面前 谢谢主祢是那垂听祢的主 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祢宝贵的圣名 阿们 我全心跟随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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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负荣视 的紀思 wi faktn 我全心跟随祢 我们全心跟随祢 方圣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